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来看看国家联盟今年在这两个奖项上面 比较突出的选手拿几位 同时我们要考考老师 应该不能说考考老师 应该说拷问老师 他想要把票投给谁 那我们首先来关心的是赛养奖的部分 那么赛养奖今年在国家联盟 在候选人上面总共有四位 我们帮大家整理出来一张图表 那么包括了来自于马铃鱼队的Sandy Alcantara 另外还有稻妻队的Hulio Urias 勇士队Max Free 以及响伟12队Zag Gallen 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图表上可以看到 其实没有一个投手是像Kyle Wright 有20胜的 不过在现在胜头数好像已经没那么重要 胜头数真的不重要 Kyle Wright拿到20胜 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来自队友的火力支援 所以在这一排名单当中 如果你要问我 我喜欢山迪 我不喜欢海绵宝宝 Sandy Alcantara 是我今年会投的赛养奖的人选 主因就是你看220局的投球 遥遥胜过其他的投手 在这个年代里面真的是奇珍异壽 而且无场的玩头 要知道他在马铃鱼队 这个火力相对薄弱 而且他在国联东区碰到了勇士 大都会费成这些强队 还能够有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Sandy Alcantara 绝对是今年我会投的赛养奖的人选 是的 那么在胜场数方面 这几位投手事实上没有一位来到20胜 刚刚我提到过了 不过Alcantara他的投手自责十分率 2.25也是排在第一 那么他的WHIP值0.99排在第五 不过我们可以向下看 看到Zack Gallen 今年他虽然只有12胜 但他的WHIP值 那真的是吓人了 0.89 对 尤其在下半季一波的50分的记录 让Zack Gallen 可能让大家注意到这个名字 当年其实是马铃鱼队的新秀 那是跟响尾蛇队用Jazz Chisholm 明年可能来台湾 这两个新秀的兑换 所以Zack Gallen去到了响尾蛇 然后Jazz Chisholm去到了马铃鱼 那是一个双赢的一笔交易 对 那Zack Gallen今年真的完全投出来了 表现得非常好的Zack Gallen 那么跟前面的同区的 稻齐队的Urias Urias这两年的表现 对稻齐队整体的一个战绩上面 有绝对的加分作用 不过我们看他的投球局数 是四个人当中最少值 投了164局 好 我们最后一行是WAR值 在WAR值上面包括了Alcantara 他是5.3 是在整个国家联盟当中 是排在第三位 而至于Max Freed 这位勇士队的先发投手 排在第四 响尾蛇队Zack Gallen 是排在第五 那么看完了这个赛养奖的部分 而且老师刚刚也觉得 他的这一票 应该会直接投给马铃鱼队的Sandy 那么接着下来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就是今年国家联盟的 最有价值球员 最有价值球员 我们帮大家列出了三位候选人 包括了红雀队就有两位 Nolan Arenado 这是三类手 而且是金手套级三类手 红雀队的Paul Goldschmidt 他是一类手 而至于稻齐队的Freddy Freeman 没有想到换了一个分区 还是这么有贡献 所以这三位选手之外 老师您觉得还有哪一位选手 是可以被提出来的吗 我觉得除了这三位以外 大家看到红雀队的双强 甚至你把Tommy Edelman再加进来 你就知道红雀队 所以今年在下半季 也是完全把酿酒人队甩开 跟这三个人有直接的关系 但这也可能造成分票的状况 对 Arenado跟Goldschmidt 那另外我们看到的 就是Freddy Freeman 更不用说了 你可以说他跟Trey Turner Mookie Best 组成可能史上最强前三棒了 彼此之间的相互支援 跟相互拉抬的效果 我觉得都没有一个人来得打 Manny Machado Manny Machado 一个人扛起了教室队 那其实就WAR值来说 Manny Machado 也跟Noran Aronado 是不相上下的 那我觉得如果说 我们以最有价值 所谓的Valueable来说 去掉Machado的教室 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对 所以对我而言 除了当然画面上看到 这三位以外 Manny Machado 应该也会是今年 国联MVP票选里面 得票非常高的球员 在WAR值上面 这个WAR值现在最高的 当然就是红雀队的Arenado 刚刚Manny Machado也是 另外Paul Goldschmidt排在第三 而至于稻奇队的Freeman 是排在第四 至于在打击率方面 Freeman三成二八打击率 而且他有20支拳打 其实是这三位选手当中 算是产量稍微比较少一点的 对 不过接下来 我们也可以去思考 就是我们刚刚讲了 很多的进阶数据 尤其WAR这种一个 完全统整性的一个数值 如果我们稍微守旧一点 保守一点 用传统数据来看 P Alonso两成七 40轰131分打点 你说这不是MVP的赛季吗 确实是 对 可是当然在现在 这么多的进阶数据 或者是你从防守的位置来看 Alonso真的比较吃亏 然后还有跑壘这部分 但是如果只看传统 如果说这个数据 在20年前来投 说不定没有太大的疑问 说不定Alonso会是 全票的MVP都说不定 有可能 再加上大都会对 今年战绩怎么好 虽然有Francisco Lindor 跟他相互回应 不过这就是在整个 时代之下 我们看到不一样的讨论方式 那么接着下来 我们看到下一张图表 是今年在季欧赛开始之前 我们发现到的一个 非常美丽的巧合 那也就是在打了 149场比赛之后 费城队的战绩 是82胜67负 跟2008年 149场比赛之后 82胜67负一样 1980年也同样是82胜67负 大家注意到 1980年跟2008年 费城队发生什么事吗 是 是世界大赛冠军 今年费城队 我看大概顶多就是外卡 你觉得这个美丽的巧合 还有可能会发生吗 而且外卡还不一定 hold得住 对不对 所以你说149场之后 82胜67负 那在如果是过往的赛制里面 他甚至可能连季后赛都打不进去 所以马克图恩有一句名言 有三种谎言 一个是谎言 另外叫该死的谎言 第三个就叫统计 美国职棒150多年来的历史 太多太多的数据 其实有心人 我们都可以去找出一些 非常非常有趣的巧合 例如说 Everpools刚加入了700轰俱乐部 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 700轰里面 500支是打右头手 200支是打左头手 就这么巧 这么漂亮的整数 那另外我们常主播最爱的 勇士队传奇的球星 Warren Spahn 生涯363胜 其中356胜 是在勇士队拿下来的 然后有4胜是大都会 3胜是巨人 那这有什么了不起 那如果你再加上去 他的安打 他的安打数 全部都跟他的胜场数 是一模一样的 生涯也有363支安打 356支安打 跟勇士队打出来的 4支安打带大都会打出来 3支安打带巨人队打出来 季后赛4胜 季后赛4支安打 哪有这种事情 你无法解释 这就是100多年来 这种美丽的故事 那你要说他是谎言 好吧 他就真的是美丽的谎言 是 是 是 所以我想 费神队的球迷 当然也不应该 对费神队今年的表现灰心了 我们看到旁边Fanatic 他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那么如果说费神队 打进到季后赛 说不定也有机会 就沉着这股气势 一直往前冲 球是圆的 谁都说不准 不过这个美丽的巧合 当然我们也很谢谢 这个我好朋友 他在看比赛的时候 看到这样的一张数据 然后提供给我们 让我们今天能够跟老师 来做这样的一个讨论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想季后赛已经迫在眉睫了 各个球队都在摩拳擦掌 希望能够在10月份有所表现 不晓得您支持的季后赛球队 是哪一支球队 不管是哪支球队 也请您都锁定 我们的体坛观测站 到季后赛的时间 我们会为大家带来 更多的季后赛消息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我们带来精辟的见解 我是常布宁 下一次的棒谈HotWin 等你一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